小丽和丈夫结婚五年了 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小丽和她的老公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工厂上班 虽然说工资不高 但离家非常近 而且家里有两个老人需要照顾 所以夫妻两个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 不久后孩子就要上学了 再加上家里的农作物需要人去打理 而且小丽的公共和婆婆身体都不是很好 常年都是靠药物来维持身体健康 于是没有办法 小丽就辞职在家照顾家中的老两口和孩子 并且每天接送孩子上学 家里的经济重担一下就来到她老公一个人身上 每个月的工资也只够日常生活开销 基本余不到钱 去年正好村里人都结拜出去打工 小丽和她老公商量 让她老公也出去打工 以后孩子上学花钱的地方还在后面 我们不能一毛钱都不为孩子存 出去打工 听说每个月的工资是家里的两倍 于是她老公听小丽这么说 觉得这个主意挺不错的 所以就答应了小丽 没过几天之后 小丽就和村里人一起送别他们彼此的家人 离别的场面很是感动 虽然小丽非常舍不得让她老公出去打工 可是想到家里的经济条件 而且眼看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了 公共婆婆也没有了劳动能力 没有办法 就只能让老公出去上班挣钱 丈夫走后 小丽一个人在家 早上起来做饭给两个老人和孩子吃 然后在他们吃饭的时候 小丽就立马去收拾屋子 等孩子吃完饭后 再送小孩去学校 然后自己再去田地里干活 晚上回来还要做饭洗衣服 每天都特别的疲惫 但她从来没有抱怨 一直任劳任怨 村里人都夸小丽 不仅聪明懂事 而且吃苦能干 小强娶到你 真是她的福气 日子就这样平淡无奇的过着 一转眼半年过去了 女儿正好也放暑假了 小丽就和婆婆公共商量的 去看望一下小强 毕竟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家里人也非常的想念她 怕她一个人在外太辛苦 公共婆婆也觉得应该去看看 于是她们母女两个 就买了第二天的车票 去的时候没和小强说 等到了的时候 小丽才给老公打电话 接到电话的时候 小强懵了 没想到自己媳妇来看自己了 但是工作又忙 实在脱不开身 没办法接她们母女 小强就给老小丽一个地址 让她们按照自己的地址 打车过来 母女看到小强的那一刻 傻眼了 因为小强从家走的时候 白白胖胖的 这才短短一年 小强整个人都变瘦了 皮肤黑油油的 看上去一点精神都没有 很是狼狈 于是小丽当场哭了 原来老公为了自己和女儿 能过上好日子 每天都非常的辛苦工作 而且常年不回家 看望他们的原因 是每到过年的时候 都会有年终奖 所以为了这个年终奖 她才没有回家 就在这个时候 小强的老板看到这个场景 觉得小强是一个 很能吃苦的小伙子 人也非常的好 干活其分努力 然后就告诉小强 早点回去和家里人团聚 工资已经打进了 他的银行卡里 就这样 小强在老板的劝说下 带着老婆孩子 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日后他们生活 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一家人也相处得非常融洽 就这样 小强在家里干起了农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